哈喽大家我是明明一晃2019年就管了 现在已经2020年了 所以祝大家新的一眼里面 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啊 真的一到2020年 瞬间感觉就是90后的自己就老了很多啊 所以今天准备给自己开箱一款这个新年礼物啊 今天开箱的是一款手表啊 希望新的一眼里面自己能奋斗每一天啊 开心每一秒 当然你们也是啊 虽然现在是有手机啊 但是对于我这种喜欢钓鱼的人 你懂的 毕竟我也是用手机打过窝的人啊 而且是两次 今天测评的是吸铁神光动能电波手表啊 3000多块钱 明明在20多年戴的手表加起来了 还没这个贵啊 哇 好高档的感觉 哇 还送了一个小枕头啊 好一份量 咦 它好像在自动挑死啊 我记得以前高中就是去网上买这个手表 几十块钱的 上面也是密密麻麻的这个表盘表真啥的 但是只是装饰品 好了我们先整体的看一下这块手表 它这个是不锈钢的这个表带 蓝黄相间的这个表盘 这壮色颜色设计还是蛮特别的 然后表盘右边就是品牌标志啊 吸铁神啊 三眼表盘的每个功能都不一样 时间功能 你想要的它上面都有啊 这里一个小窗口啊 这个是日期显示时间啊 因为是吸铁神和蓝天使的联名款 所以背面有蓝天使的对灰logo 这整块手表的设计灵感 都来自于这个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啊 包括这表盘的黄蓝配色 包括这个表盘右边这个吸铁神下面这个 黄白字母 就是他们的这个蓝天使的对名啊 当然这个不是普通的视频表 这个全名叫做光动能电波时音表 光动能学过物理的听名字应该也知道了 就是通过生活中的这个光源 无论是这个自然光 这个太阳啊 或者这个人造光 这个家里这个灯 即使微乐的光源 都可以给这块手表提供这个运转的这个动力啊 所以说它上面写的 只要不要长时间放在黑暗中啊 噢 见见光它就能很好的运转啊 这个也不需要定期换电池啥的 环保还是挺环保的 这个电池使用说明10兆15年啊 然后这个光动能电波手表 电波是啥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它通过接受这个电波信号 而且是多局电波 比如接受我们中国啊 还有日本啊 还有美国啊 还有欧洲这些时间信号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校准这个时间啊 这表碰了 还是我瘦了 戴上去还是蛮顺的 我以前一直就是不明白 就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玩表 然后看完收没收之后 才知道这个手表原来有那么的名堂 它不仅仅有时间功能啊 还有日期 星期 万年曆 电量 下令时 计时器 等等啊 它这个左边这个黄牌格子那里 它这个就是电量提示的 比如我现在要看一下这块手表 还剩多少电是吧 重按两秒这个 还大半个电 然后右边这里啊 这个就是下令时显示啊 右边这个小表盘 这个是24小时指示啊 比如现在是11点 它就指到11点那个位置啊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日期显示啊 2号 然后最下面这个表盘 右边有字母啊 MT WT 周一周二 周三周四周五啊 然后右边有三个字母 你没看到 OK 还有那个漏那里 这个是时间接收结果的提示啊 你按下这里 你看 指到那个漏那里 就代表接收失败啊 这个时间外校正啊 来重按一下的话 中间那个字母 就是代表正在接收 如果指到OK那里 就代表时间接收成功啊 然后这个表盘最内圈啊 你们看到 这个字母 你们看到这些字母 这个ATH 还有这个RUH 这么一圈啊 有26个世界城市的这个名称缩写啊 好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计时器啊 最上面这个表盘就是 计时器的分针啊 然后这个黄的就是秒针 然后最下面这个表盘啊 是计时器 二十分之一秒针啊 再按一下就开始计时啊 其实最上端这个分针也在转啊 大家也没发现这个 二十一分之一秒针 现在已经停止运转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就计三十秒就会停止 其实不是啊 虽然这个停止的 但是它这个计时还在继续啊 它这个计时时间最长有60分钟 如果现在要计时暂停 就按一下这个按钮啊 那你又要开始就再按一下它 好 先暂停一下 看一下一共积了多少时间啊 这个计时分针4分钟啊 然后看一下秒针13 然后二十分之一秒针是0.05啊 所以计时的时间是4分钟 外加13.05秒 所以是4.2175分钟 哇 你没胜错 反正最上面这个表盘 转移圈就是一秒 这么一格就是0.05秒 计时完美归零的话 直接按下这哈 现在已经归零了 再按一下 就恢复这个周表了 然后这个还带有叶包管啊 它这个时针跟这个分针 12小时的这个时间刻度有显示啊 晚上看清楚这个指示还是没两个问题啊 然后最后是这个防水性能啊 这个防水能力达到了20个大气压 20个大气压啥概念呢 像平常肯定是没问题 游泳冲凉也是没问题啊 最高可以次生潜水啊 但是需要带这个呼吸器潜水 就不能带这种手表了 毕竟三天多块钱手表啊 游泳啥的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要不我们测试一下 硬核一点啊 把这个锁表放进去 看一个小时之后会不会进水啊 话说进水了能不能退货 这样吧 好了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再来看一下 好了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 拿出来 哇没问题啊 不见很多人会问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是航空标词啊 你看我旋转它 这个外圈在旋转啊 大概的意思就可以进行距离 以及一些其他素质的计算 或者一些成熟计算啥的啊 但是我还没捉摸透 也没懂航的 好了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过得的介绍 毕竟是块实音表 不是电子表 就有些功能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啊 还有调时间我感觉都有点懵啊 好了 表测评完可以带出去 楼起袖子装到壁了 然后再发个朋友圈啊